今天有大來賓 大來賓 也是紅人堡的好朋友 好朋友 掌聲來歡迎金曲歌王許富凱 有請許富凱來了 謝謝 來美人姐我新專輯 你好 是是是是 帶禮物來的 謝謝 恭喜 大家好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專輯名稱 這應該感覺是 你的主題要表達什麼 其實這一張是概念專輯 在講林森北露 對 林森北露五個目 五個目 林跟森剛好是五個目 所以叫五目大學 可是我覺得林森北露怎麼感覺跟富凱的形象 會有一點距離 其實我小時候真的是在這樣的環境長大的 你在調通長大的 也不是調通 我藍波人 藍波很大點 媽媽就帶著我去幫那些阿姨修指甲 所以我就坐在旁邊看那些來來去去的 漂亮姐姐 跟一些喝醉酒的客人 對 所以當時他們說要做五目大學的時候 我說這個主題 就讓我想到小時候很接近 是是是 那為什麼是五目大學 因為早期很多日本人 都會去那邊放鬆 林森北露對你說發音比較難 那所以呢 他們就說好 因為日本有一個名字叫做五目 你們去看到五目的拉麵 五目紅演歌歌手這樣 所以他們說那你乾脆就叫五目大學 你回去日本的時候就跟大家推薦說 我在五目大學學中文 是是是 他講的就是其實是這個條通文化 是 那條通文化呢 各位可能不知道 它有一條到十條 那現在只有九條 第十條已經變成南京西路了 南京東路南京西路 所以就沒有第十條 所以它有九條 那通就是tory 就是巷子 是 我們巷子的序詞 你不會用一隻巷子嗎 一定是什麼 一條巷子 一條巷子 所以調通調通就是巷子的意思 而且它以前那個地方 其實是日本的高級社區 是 是後來戰後之後 然後才開始慢慢慢慢的演變 想問一下 因為這次曲風風格不太一樣 你拍MV應該也會遇到一些 比較有趣的事情 我覺得這一次拍MV 我要謝謝兩位金馬影帝 然後跟金鐘的影帝 就是阿溪大哥跟蔡真男大哥 阿溪大哥 對 特別來幫我跨到拍MV 真的 有看到 謝謝他們兩位 OK 你今天要帶哪一首歌 因為這專輯裡面真的 各式各樣 每首歌都很好聽 是 我今天要唱的這一首歌叫 因為在條通裡面 司機大哥佔一個很大的角色 因為他在小姐在客人 到這個地方 那很多秘密他都知道 我突然有一種感覺 那就是人生啊 我們永遠要往後看 才會清楚我們走什麼路 可是我們又不能回頭 只能一直往前走 你車子可以一直到不行啊 你只能一直往前開 可是那個鏡子又告訴我們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 哇 真的是 生命就是要回頭看才會清楚 可是又逼迫我們不斷地要往前走 必須向前走 必須向前走 對不對 是 好 我們掌聲來歡迎這首 《雲獎的白骨咪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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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嫁啊少年嫁 這麼早就不走 是一鏡想無聊 還是家裡有牠在耗 看你一口見頭 在社會跟人家走跳 認真小事 就要報告告 阿伯啊 阿伯啊 哪會沒在家泡茶 家來外面跟人家走 不趟坐客廳車來到幾部地 在家裡 山桌求好請 好人更去賣 這是我真的目光 可以看你去人魂裡面 比喚的改善 這是我們將的目骨名 可以看你去人魂當中 青涼的愛歌 在你心爆露和音聲 嘴嘴看 愛你去啊 愛你去 請你不疼 告回去 在你心裡 愛你去啊 愛你去啊 愛你去啊